看小狗在吃饭 你也要吃饭咯 我也要吃饭 我今天煮个鸡粥给你吃 不是不是 鸡汤小米粥 我告诉你一个消息 我昨天把这芋头煮了 但是发现有一个芋头长牙了 来来来 给我看一下 哎呀 天哪 太好了 那你就放在车库里 眼瞅着又有一个新的食物 你要放到车库里 不然这个会长太快 车库稍微冷一点 然后等明年就可以种下去了 开春就可以种下去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喝点羊奶 今天我迟了 我早晨边视频边忘记了 边嗨了 这是妹妹吃的羊奶 她也吃不完一周 所以我们要帮她吃 我们俩一人先喝饭杯吧 侨夫干嘛去了 她又睡迟了吗 把它拉出来让我打一顿 你是叶猫子 你想喝冰的也可以直接喝 羊奶还是要喝热的哈 对 要喝热的 所以你就喝冰好 这个我煮一个鸡 鸡汤小米粥 这个鸡就是那个 大统华经常会有卖的两个鸡胸 多少钱就是走地鸡的鸡胸 有带骨头的 给它拿去 这样不要味道太好了 对 先煮一个汤 煮出浓浓的鸡汤来 先把它烧的 微开然后用转中等偏小的火 让它慢慢咕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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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先喝一下羊奶 喝一杯 不会饿我才能慢慢煮 因为这个需要点时间 好谢谢 这羊奶不错哈 这里在温哥华 好多华人超市型人超市都有 我们现在呢 在小米粥里要加一点蔬菜 胡萝卜给切碎碎的丁 放进去去凹 那丁啊 切片没 它煮粥就是要跟米一样 切菜为什么有时候切块 有时候滚刀块 有时候切条 有时候切粒 它是根据你 煮食材的形状来定 知道吧 你知道谁来了吗 哎呦 哎呦 你去不去胡萝卜啊 宝宝 待会儿 爹地再给你碗 他也会吃宝宝 傻瓜 好吃吗 宝贝 我切点结瓜 也是切丁 这是我们园子里摘下来的那个白菜 还有一点心 没吃完 其实这白菜很好吃 对这白菜真的很好吃 我也是给它切成 好有米多的 嗯 等于有点像鸡肉菜粥的样子 这个想象一下味道的好好 然后我们再来这个新鲜的菇 这是蚝菇 嗯蚝菇 给它撕碎了 也要切成丁吧 可以 你不切成丁 它会咬起来 也无所谓 有时候 一点点 关心 我就切成丁 吃起来口感会比较一致 对 一勺咬起来 不会到处跑 里面的血水逼出来 然后这个鸡肉呢 也会比较嫩 因为我一会儿还需要这个鸡肉 需要用小火 所以我今天 就觉得需要时间会长一点 要有点耐心 待会儿把它煮熟了 然后把它撕开吗 对熟不熟都没关系 因为我只要把汤煮出来 这话说得有点下来 熟不熟都没关系 待会儿还要撕了饭到粥里去 说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现在时间很早 我就把皮蛋给做了 对 你做四小碟 给我做小菜四小碟 我做不了这么多小碟 会呀很容易呀 皮蛋呀豆腐乳 还有你昨天做的那个香酥 咸酥花生太好吃了 那个也可以 好吧 还有我们的泡菜来一点 泡菜来一点也可以 你们加了什么都没报告 酱油和醋 其实酱油和醋就很好吃了 就是这样子简单的 中的一碟 一小碟 你今天选一下你这个粥要小米粥还是梨麦粥还是麦片粥 我想要大米粥行吗 大米粥中午有吃大米了 哦 那就小米粥吧 不要太浓 嗯 稀稀的 好 这是四色的有机小米 这个在大桶华有麦 先给它放到锅里 拿一点水煮熟 你看这个鸡汤啊至少要煮半个小时 看鸡肉的厚薄 直接用鸡胸肉也可以 因为我是怕时间那个 所以我要先用一点水给它煮到半熟 然后再加鸡汤 咪咪你又站在这里 我这第二个小碟也做好了 趁热啊 这是侨夫最拿手的那个咸香花生 非常好吃 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的菜谱 我把链接放在底下 非常非常好吃 嗯 太香了我特别喜欢这个 太辣 好菜 我拿一个那个熟食的板 嘻嘻嘻嘻嘻嘻 这个我会把那个制作的视频链接放在底下 就比起来 羊姜这我们自己家种的 羊姜特别好 为什么要切成条 条好吃啊 口感好 三个小碟 三小碟 这是你昨天晚上煮的芋头吧 我敲敲煮的 然后你准备怎么做 点点酱油 撒点葱花 就小碟一个啊 这葱我刚才出去 它有点冻到了 看到没有 冻到了 有什么葱 吃什么葱 明天酱油啊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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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小碟完成 我这个呢小米啊先给他煮个半熟 这么干了吧 不会就刚刚好嘛 然后现在把这个鸡汤倒进来热热的 我还有点油 因为是带皮的鸡胸肉 这个油不怕的 对 你看黄油走地鸡要吃的就这个油 嗯 所以现在这样子时间就不会太久 这些配料要进来 胡萝卜啊什么的 这些跟这个小米一块煮 白菜也可以后放 白菜会最后要起锅的时候放 好 好 然后让它再煮开一下啊 待会还要我去弄一下鸡肉 鸡肉让它凉一下 要把鸡丝放进去 要稍微让它凉一下 不然下不了手啊 没事 老师我有一个办法 让这个鸡肉呢又很快凉下来 又能撕又好吃 我弄点冰 我冰水吧算了 不要冰块 反正只要温度低就行 从冰箱里拿点冰块出来 快快的给弄一下 就有很好的鸡丝了 好这边开了 瞧夫 这边这边这边 哇你看 这香着要让它凹到 要凹到那个 有点那种粘稠的感觉 我觉得可以下白菜了 不要不要不要 待会我等我鸡 等这个胡萝卜烂一点的时候 然后盐先放一点 好香 不要放多淡淡的 就是放一点也 但是要让胡萝卜软一下啊 还可以放那些青豆啊什么都可以 我先把鸡先弄冰 你喜欢这个鸡皮吗 我觉得这鸡皮很好吃 我喜欢啊 喜欢你看 我们撕一半吧 嗯 这一半 那皮都给它撕下来呗 不要不要不要 不能吃太多 我那个另外一半明天吃 这个就够了 好像我们吃不了那么多 好吧 撕细一点啊 好 我给它弄一下 小的来了没 小的就在你后面啊 翘首盼望的 妈妈给你鸡丝吃啊 这鸡丝可好了 这些走地鸡的鸡丝 好 看一下啊 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粥 我还可以再加点 鸡汤啊 等会我还有鸡汤 还有鸡汤 这个脆脆 然后要加一点点紫菜 这样子 让它呢 多点营养 一点就好了 点一下这叫海鲜鸡粥 哈哈哈哈 这叫海鲜了 海鲜了 海鲜了 海鲜 好 这个 薄菜 薄菜 这我们家自己种的薄菜 真的很香 它真的是不一样 你还听 这都是市场上买不到的这种菜 什么叫薄菜 它那个洋人就是薄菜 就是说薄菜 什么 还有枸杞 纯属花样 枸杞 还有呢 还有花样 还有很多 然后把这个 绿瘦的 把刚才那个鸡肉混进去 哇 烧开一下就可以了 起锅了 头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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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有东西啊 我还要给你放一个很奇特的东西 然后贵宾先上桌 好 贵宾从这边上的 贵宾到这边了 够 我再来给你来一点 还加料 对吧 因为姐姐说墨西苗要生吃比较好 所以我待会你就拌进去 不要 不要那个 这时候还有一个 科技鱼很活呀 还有一个 这个你知道是什么 你知道是什么 红葱酥啊 哇呀 香啊 科技鱼很活呀 哈哈哈哈 第五十三道早餐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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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妈待会拿这个鸡丝拿一点给你吃啊 看爹地吃一下好不好吃啊 看够不够咸 御膳房传散 哈哈哈哈 这个 御膳房也未必有我们这么多丰富的营养 这种粥太鲜美了 哈哈哈哈 搞一早上 哈哈 能量满满啊 这个麻烦都好吃 其实不麻烦 就是 你鸡肉昨天晚上就煮好 今天早晨一丝 鸡丝都准备好了 鸡汤倒进去把小米一煮 是吧 这些东西都切好 这个早晨 冬天的早晨热腾腾的一碗粥 这样细饭一吃 一天的能量满满的 对啊 然后你可以尝一下你自己做的小菜 这个我是最爱的 嗯 啄了 啄了